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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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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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又可以防水 然後這根是呼吸管 先摔定的呼吸管 沒有它是天線 為什麼裡面會有一點水呢 因為它是從這個縫隙裡面噴進去的 因為剛剛水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這些縫隙也會噴水進去 誒,你在我講話 在那邊呼吸管一管聽不清楚 好,現在要把電池換掉 像一般進一點水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伺服機是防水的 然後這個接收機也是防水的 這個電子變速器也是防水的 然後這個馬達本身也是防水的 但是為什麼還是要幫它穿雨衣呢 因為全部浸泡到水 其實回去也是很難清理 可能還有些泥沙 所以把它穿雨衣的話 可以減少它那些髒東西跑進去的機率 像這個風扇 我們也不希望它跑一些沙子進去 所以把它穿雨衣起來 之後的清理會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好,現在把電池換掉了 換一顆電池 我們要繼續跑 一個電池大概可以跑到20分鐘左右 要看這個電池的容量大小 像這顆電池的容量是5400MAH 5400MAH 其實可以跑將近20分鐘左右 換上第二顆新電池 像這個電池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距離比較小 那沒關係就這樣子 一起把它壓下去 因為這個海綿就是把它固定的 如果沒有這個海綿的話 電池會跑來跑去的 那車子跑很快 所以如果電池跑來跑去的沒有固定好的話 可能會掉出來很危險 所以要把它固定好 然後再把它掏上去 看不見 好 接上去 黑的接黑的,紅的接紅的 那這是一個T型的插座 所以它的防呆不會接錯 好 我們再把它雨衣穿上去 有個呼吸管的電線 從這個洞釋出來 盡量把它關緊一點 盡量把它關緊一點 這個雨衣穿好之後 它的水頂多就是從前面這邊噴進去 或者是後面這邊噴進去 所以噴進去的水量其實很少的 那這台 底盤是很高的 所以底盤高的話 越野性能比較好 就是我們在顛簸路面 或石頭路面一樣可以玩 但是底盤高的另外一個缺點 就是它比較容易翻車 所以剛剛有些地方就會翻車 OK 開始完了 開關了 開關,我剛已經開了吧 你打開 我剛試過了 我剛沒有開 我剛忘記 我剛忘記開了 我都沒有聽到風扇的聲音 我剛試過了 我到底是會有的 真的嗎? 我看了 剛剛剛才跑到快了 跑到這個輪胎 就掉出來了 這其實是我們會用瞬間膠把它黏住 它只要跑到快了 跑到這個 不對 反正的不滿 必須要再用瞬間膠三秒膠把它黏起來 這種車真的是跑得非常快 時速可以高達60公里甚至到80-90公里以上 如果你再換一個電池比較高電壓電池的話 可以跑到80-90公里 這台電池是2S的電池 大概是7.4V的電池 就可以跑到60公里以上 如果換成3S就是11.1V的電池 可以跑到70-80公里 甚至換了齒輪比的話可以跑到90公里 OK 因為之前我把它黏了這個膠帶 就讓車殼比較不會破掉 這個是非常黏的膠帶 所以黏了之後這個洞 我就沒有裝很大的洞 所以看不太進去 這個插銷我們會弄的釣魚線 是因為怕那個有時候一翻車 掉了一根插銷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把它綁起來 這樣掉了一根另外一根還會綁著 它比較不會弄掉 那有一些模型店它這個中間不是釣魚線 那買了這是我們自己綁的啦 那有的是買了它就有黑色的橡膠線把它黏住 但是那個還要買這個自己綁就不用不用花錢 OK 開始啦 開始啦 停下停下 跑車 從這裡跑到斜岸 然後滑 而且到這裡 跑中間 要跑太遠了吧 來跑到這裡 要跑了 要跑 讓我們看看 要跑 再跑 然後這個 再跑 好爽 然後從那邊過來 太滑了耶 你在失控嗎 好可憐 怎麼可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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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